最近真的很焦虑 真的很头痛 我们在大宝上一年级了 两个多月了 还什么都不会 每天老师都饲料我 什么六合七的分类呀 什么八合九的组合呀 还有语文拼音也不会拼 还有英语 最简单的数字也不会 我们是上了一个外语小学 然后他的主科是三科 语文数学英语这三科 每天这三科的主科老师 天天私信我 我觉得太难了 其实带孩子不难 难的是教育 我以前学习成绩也不好 你让我怎么教他吗 然后我跟我老公说 要不要考虑报一个补习班之类的 他说那你是干嘛的 他一年级就报补习班 那你不是在家里面吃闲饭吗 什么都不干 确实现在我自媒体 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也没有起色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跟老师沟通 因为上学两个月了 我问我儿子 我说老师有没有表演过你 他说没有 从来没有 都是批评我 但是我觉得这样会对孩子的性格有所影响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特别笨嘛 然后家里面的人也说 你怎么那么笨啊 怎么怎么的 老师也那样说 然后就导致我的性格很内向 就是有什么事 就不想说 因为说出来也没有人能理解 我现在就担心我的儿子 到时候会不会因为性格有什么影响 本来就刚刚才从幼儿园来上医研级 有很多小孩子都不适应 但是我觉得应该老师应该多多鼓励 而不是因为他不会做或者怎么样 就马上联系家长干嘛的 然后给孩子压力很大 我们我儿子现在见到老师都有点紧张 但我一直在给他做思想工作 我说老师是除了爸爸妈妈以外 不条件爱你的人 就他会因为你的学习好而高兴 会因为你的学习不好而不开心 我一直在跟他就做思想工作嘛 但是现目前现在状态还是很好的 他只是说老师太凶了 我就说老师太凶了 我一直在去的